大家都知道我們做一件電視有很多東西可以賣 現在連樓也有得賣 不過大家記得要留言查詢 早前本台獎去馬來西亞都是按著這個馬戲樓的目標進發 所以馬拉境優遊第二集 就已經跟大家講馬拉盤了 早前桃園之旅,我們已經介紹過台灣樓盤了 至於馬拉的樓盤有什麼特色呢? Elegant 怎樣Elegant? 看片段嗎? 這個Surf Pizzar 會不會帶得有點誇張呢? 我告訴你,你怎麼做呢? OK 香港的華西亞真是隨便為一間鵝屋都漂亮成這樣 你看看 真是很大很漂亮 哇,不得之了 這間房間有多有特色 哇,這裡是帶到有個迷你會議室的 香港人對馬來西亞的樓盤非常熱愛 因為樓盤優質,你看片都看到 價錢又實惠 而且生活地區,就算連溝通都很方便 所以很多人不單在馬來西亞置業 住在這裡也有 真的完全令到你很有意欲 想在馬來西亞置業 基本上你只望到這裡 真是神經病 很厲害 但我想問一下馬來西亞買這些要多錢 很大很棒很爽 怎麽算呀? 怎麼回香港呀? 看到這裡之後,真是怎麼回香港 各位說,真是要過來馬來西亞 第一次來馬來西亞 就已經要面對這麽漂亮的樓盤了 怎麽算呀? 哎呀, 看一看 你就是看到這道高樓, 全都沒有 平常 在馬來西亞這幾天, 我都是住在這個地方 第一晚來到, 零零百難, 沒什麼好看 現在日光時間, 再細心一點看, 感覺好像更好一點 但電視是基本化 如果有這麼大間, 我肯定會再買一部大一點的電視 除了時尚, 雅致之外 設計入面, 都滲透了一些馬拉風情 挺有趣的這個地方 日後夜晚, 大家都看過一次我住的地方 現在, 我和大家了解多一點馬來西亞的樓盤 馬來西亞的樓盤, 多數都是長條型 所以對香港人來說, 就是要習慣一下 因為香港人喜歡小四方方 我們所見到的樓盤, 不論是我住的 或者接下來介紹的, 都是港幣百多萬港幣 自住投資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就是馬來西亞一個2K的房間 一間, 這裡是另一間, 兩條鎖匙 兩個人住, 即是兩個派對住 你可以看到, 馬來西亞一樓是長條型 廁所很漂亮, 這裡 這一間的廁所是必定漂亮的 然後轉過來睡房 可能你會覺得好像很窄 但其實它的配套是齊全的 而且你會覺得住得舒服的 廚房 雪櫃 煙霧間 兩口枝其實是很美麗的 然後吃飯桌 也是這樣 你看看 雖然它是長條型 但長條型 它的空間感是很足夠的 當然, 這裡就是 你看到外面之後 它有少少酒店感覺 但是它是買來住的 當然 一如我所說 馬拉樓盤是熱話 加上這段時間 香港問題多很多 離開香港 真是成為大眾一個核心關注項目 馬來西亞的語言, 文化, 口味 這些我想都不用多說 看看樓盤更實際 不論是拍節目, 還是買樓 我相信本台獎 一定會來到馬來西亞做完它 所以說不定日後 會在馬來西亞 大家會見到我 拜拜